我的继父酗酒赌博 家暴成性 可是有一天他转性了 不在意打骂我们母女三人为乐 原以为黑暗生活在慢慢转变 直到有一天 我在他的枕头下 发现了妹妹的内裤 我讨厌我的妹妹 她简直是我继父的另一个饭板 自私怯懦 贪婪粗俗 她和我吵了一架 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扔出家门 让我永远也被想回家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稀罕哪家 猥琐的继父 无用的母亲还有 讨厌的妹妹 她是由世界上所有的贬义词堆砌的 我和同事下班回宿舍的时候 英语萌萌中 看到她喝着酒游荡在街上 早已辍学 而又无所事事的妹妹张了张嘴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这虽然是她第一次开口向我借钱 但是我还是无声地拒绝了 我装作看不见她 与她擦肩而过 我讨厌她 直到她忽然自杀了 死在了17岁的生日那天 17岁的她 从十楼一跃而下 脑浆流了一地 白色的床单 带着她年轻却破烂不堪的人生 医生说她 已经怀了三个月的身孕 我震惊她瘦弱的身板下 竟然掩藏着巨大的秘密 更大的秘密原来在后面 我整理她的遗物时 发现了她的日记本 翻看她的日记 我浑身颤抖 狠狠地抽了自己好几个巴掌 我该知道的 我该知道 好多年前 我看到肌腹的枕头底下 放着妹妹的内裤 一向凶神恶煞的 她朝我舔着脸笑笑 收错了如饱的衣服 我没有多想 总感觉有一双暗中窥探的眼睛 比如继父和母亲的争吵之后 母亲哀求地和妹妹说着的悄悄话 再比如 妹妹看到我时 支支吾吾的神情 我没有注意到 当我不耐烦地吼走她之后 她垂下的双手 是多么难过和绝望 她在日记中写道 还好 我的姐姐是干净的 我的眼泪浴湿了这句话 我不敢想象 这张发黄的纸张 承载了妹妹多少次无助的泪水 她的日记里 写她想开启新生活 想买下那本 看了很久的摄影教程书 当生了礼物 她在日记里 畅想美好未来 我却想起那个阴雨天 她犹豫着开口向我借钱 而我却是不见 她可能是借钱打开 重新开始新生活 而我冷漠地掐断了 她最后生的火苗 我捂着她的日记本 哭着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很沉 感觉到我的床边 有稀稀素素的动静 我皱着眉头 感觉到带着酒臭的呼吸 靠得越来越近 我心内一惊 没想到一个稚嫩的声音 想起 爸爸 姐姐上学回来很累了 你不要吵醒姐姐 我帮你 做事就好 那是我九岁的妹妹 离狗打了个酒阁 猥琐的声音在黑暗当中 让人心慌 乖如宝 去爸爸的房间 爸爸给你吃棒棒糖 离狗黑黑笑 眼里的暧昧让人恶心 我骤然起身 啪 得打开灯 突如其来的光线 让我们都眯起了眼睛 姐姐 你醒了 如宝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 生怕我发脾气 我不是故意吵醒你的 离狗打量着 穿着单薄的我 眼神乱飘 我不由得觉得一阵恶心 我穿越了 穿越到八年前 就是八年前的这个晚上 继父侵犯了妹妹 不 原本继父想要侵犯我 却被妹妹打断 让她的魔手重新换了个方向 我的心酸酸涩涩的 看着小小一只的妹妹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她 如果说上一世 只有16岁的我 面对凶神恶煞 又人高马大的继父 我确实会感到害怕 而此刻我的心中只有恨意 恨不得将眼前的男人狠狠咬死 你给我滚出去 我气道 好啊好啊 你给老子等着瞧 狸狗骂骂咧咧的出去了 我扶起我的妹妹 小小年纪的 她被吓得浑身站立 她冲到我怀里 哭个不停 我的身体有一瞬间的僵硬 上一辈子 我和妹妹的关系不是很好 她每次小心翼翼的和我说话 都会被我吼回去 久而久之 她看到我也是惧怕大于亲近 所以我们从未有如此亲密的时刻 我摸着她凌乱的麻花 抓紧她双臂 对她认真道 以后姐姐会保护好你的 她呆呆地看着我 冲我咧着嘴笑 这是我上辈子不曾看过的笑容 我认真地抓着她的肩膀道 如宝乖 以后要离那个男人远点 不要让她碰到你 妈妈再也不可以吗 如宝还不懂 她天真而懵懂 嗯 总之你千万不能和她待着一起 我再次强调 可是 上次当着妈妈的面 爸爸脱掉了我的衣服 如宝皱着眉头道 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细细问过如宝 好在李狗没有对如宝做坏事 没过多久 芳芳就冲进我的房间 二话不说 扯起我的头发 就是一顿臭马 臭丫头 拿剪刀威胁谁呢 有本事你扎死你亲妈好了 我们的母亲身无常物 又不想上班 靠着还算漂亮的脸 嫁给了李狗 起先两人还算和睦 随着青春逝去 李狗回家越来越晚 芳芳和李狗之间的争吵声 也越来越大 李狗和醉酒后 动辄打骂我们母女三人 然后芳芳又会顶着一脸巴掌印来打我们 都是你们这两个赔钱货 累赘 万人闲的玩意 我把你们生出来有什么用 还不如早早掐死你们 这一次我学会的反抗 我反手抓住芳芳的头发 和她扭打在一起 我的力气比不过成年女人 很快落了下风 如宝见状咬上了芳芳的手 芳芳吃痛将她甩在墙角 我连忙去查看如宝的伤势 她额脚红肿 若是再偏一寸 就要撞上眼睛了 而我们的母亲 芳芳竟然只高气扬 仿佛打赢了一场圣战 嫁给她的时候 已经生下你们两个了 她说她没试过处女的滋味 是我的错 如珠啊 算妈求你了 你帮帮妈妈好吗 她哭泣的时候 眼圈红肿 如果不是嘴里说的窝窦话 让人恶心反胃 没有人会怀疑 这个哭着求女儿帮忙的母亲 会有什么坏心思 上一试 如珠帮我离开这个泥泞之地 她自己却深陷沼泽 这一次我一定要和她一起奔向光明 如宝 我们搬家 我再也忍不了 我要带如宝离开这样的家 我们离开家的时候 没有人有多一句的挽留 芳芳甚至将我和如宝的书包 都翻了个遍 连一毛的零钱都没有给我们剩下 她鼻的哼道 看你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离狗嚼着花生米 吞下一口酒 浑浊的眼睛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和如宝 带着一丝莫名而诡异的笑容 如珠啊 不要和你妈妈斗气了 爸爸会好好对你们的 我理也不理 带着如宝摔门而去 我早已经看好了一处七身之地 那是我原来的家 破败的小屋 漏雨的屋顶 漆黑的墙壁 但是没有关系 我和如宝会在这里好好地长大 没有电灯 也没有蜡烛 我和如宝依偎在一起 身下铺着稻草 两颗心却是从未有过的安定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 我郑重地道 第二天 待我醒来时 如宝却已经不见了 如宝 我起身四处寻找如宝的身影 好在我摇摇地 看着如宝向我跑来 我还没来挤开口问她 她却一脸兴奋地道 姐姐 我们有钱了 她小小的手里 攥着揉成一团的毛票 原本是打算 等姐姐生日的时候 给你买一条围巾的 这是如宝之前省下的早餐钱 小心翼翼地藏在外面 我隐隐记得 16岁的时候 韩剧风靡一时 我也艳羡地 看着电视剧女主 在寒风里 将小脸埋进眉巾 没想到 这一幕却被如宝 深深记在了心里 我抱住了她 泪水滑过我的脸庞 滴落在她的发间 谢谢如宝 这么一直这么爱着姐姐 同时我也叮嘱她 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于是 我们先去菜市场 买点东西填肚子 说是去买东西 但是也不敢随意花钱 如宝也很乖 看着排骨咽口水 我咬咬牙花 十块买下排骨 我和如宝在菜市场 捡别人不要的烂苹果和菜叶 回来的路上 还捡了几个饮料罐 竟然也卖了三毛钱 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收拾房子 好在老家虽然破败 但是里面的东西 都尚且能用 我在角落里 找到凝成一块的洗衣粉 将发黄的就床单 洗得干干净净 幸好今天是个大晴天 一会儿就能干了 闻着空气中阳光和洗衣粉的香味 我感到一阵满足 至少 我们有个家了 晚上 我炖了排骨给如宝吃 自己炒了一盘烂菜叶 如宝怎么也不肯一个人吃排骨 姐姐 我们一起吃 如宝咽下口水 还是将最大的排骨 夹到我的碗里 我笑着摸摸他的头 咬了一小口排骨 重新将排骨放到他的碗里 姐姐已经咬了 我盐放多了 我不喜欢吃这样的排骨 你帮我尝尝好吃吗 如宝将信将疑的咬上一口 不咸啊 姐姐做的排骨最好吃了 就这样 我们在老房子里 开启了我们的新生活 但是我知道 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 我毕竟重来历史 比起真正的16岁女孩 还是多一些阅历 没有钱 我和如宝的生活就难以为继 好在现在还是寒假 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来给自己和如宝 赚到生活学习的钱 于是我跑到镇上的饭店洗碗 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钟 一双手整日泡在冷水里 冻得发青发红 长出洞窗 老板是个好人 听说了我的事情后 愿意将工资提前预制一些给我 也会将客人不要的剩菜剩饭 让我打包带回家 如宝在家里会捡一些衣拉罐和纸板 等到晚上再到村口等我回来 每次如宝都缩着脖子 自己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我怎么说也不听 我看了看他在寒风中光溜溜的脖子 用力吼他 你把自己冻坏了 我哪里有钱给你买药 如宝听完 弹了一圈又一圈 可是等到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发现如宝的红围巾短了一截 桌上放了一双红手套 我的眼睛不自觉的红了 如宝高高兴兴地跑过来 围着那条短了一截的围巾 看起来有些滑稽 他把手套套上我动得红肿的手 我今天请隔壁王大娘教我织手套 姐姐 这样我们都能暖暖的了 日子过得飞快 我和如宝在一起过年 那天李狗和芳芳来找我们 许是没料到 我们竟然能坚持这么多天 但是他们对我一把锁锁在了门外 他们在门外慢慢咧咧 而我和如宝却毫不在意 在屋内忙回着捡窗花 包饺子 一个寒假很快过去 我和如宝都要开学了 也许 真正属于我们的考验终于开始了 我将如宝送到学校 自己打算去找找出路 在我游荡的时候 遇到了我的宇文老师 在我上一世的经历里 我很快辍学打工 当时宇文老师听说了 还很是感叹 这次 宇文老师重新把我领回课堂 前世 我根本无心学习 觉得反正出来打工的 学习只会耽误我打工的速度 后来 我出去工作后 吃尽了没有学问的苦 才意识到 有知识 有文评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后来我花了大把的时间 经历读夜校 增知识 想要追赶青春时期 随意丢弃的知识 所以 当我再一次做进高中课堂时 面对晦涩的文言文 我都觉得亲切 曾经拗口难背的英语 我深知它的重要性 恍若添书的数学 当我看到解题的过程 只觉得豁然开朗 我在学习中 渐渐找到了乐趣 也知道了 只有学习 才能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我每天都学到深夜 我学习的时候 感觉不到困意 却能感觉光明的未来 在蓬勃生长 但是等我合上书本 看到的还是照样黑暗的世界 正是因为吃了没文化的苦 所以 即便我重来一时 我绞尽脑汁 也想象不到 什么可以立刻改善 我们生活的捷径 我还是只能凭借劳力 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 我的高中离我的老家有20里 每天上下学 都要花费我4个小时的路程 一旦我继续读书 就意味着 我和如宝没有经济来源 我犹豫了 我知道读书 对于穷人的重要性 如果在如宝和我之间 必须要有一个人放弃读书 那么一定会是我 上一世 即是我辍学打工 我仍然过得好好的 而辍学后的如宝 我想起上一世 在街上喝醉酒 随意晃荡的如宝 心里就扯着疼 我在心里已经想好了主意 没想到 等到我回到家中 本应该在学校的如宝 此刻却出现在这里 他非常高兴地扑到我的怀里 姐姐 咱们有钱了 你可以继续读书了 他在叽叽喳喳讲他的计划 他说他已经在镇上找到了工作 就是我之前洗碗的工作 老板愿意一个月 给他开500块的工资 姐姐 你可以继续读书 我要供你上高中 高一 高二 高三 高四 高五 咱们都可以继续读书 显然 在如宝浅薄的认知里 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东西 你怎么不去学校 我生气了 我不喜欢念书 妈妈说 女孩子不需要念那么多书 十几岁就可以嫁人了 我念那么多书就是浪费 但是姐你不一样 你喜欢读书 听着她的话 我的脸色越来越冷 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姐 你不高兴吗 滚 你给我滚 这一次 我终于忍不住了 对着她披头盖脸地骂道 什么叫女孩子不需要念书 十几岁就要嫁人 既然你那么听你那个妈的话 你就去找那个妈好了 如宝愣住了 她可能是第一次看到 我发这么大的火 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心里憋了一股气 也不想出声安慰她 便自己去复习看书了 第二天醒来 我准备去上学 发现如宝肿了眼睛睡着了 我的心里也有些不忍 帮她一好背脚 我赶紧出发上学去 上学的一整天 我都有些心不在焉的 不知道如宝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等到下课 一路上 我都加快了脚步跑着回家 再快点再快点 早点见到妹妹 可是等我回家后 我却没有见到如宝的身影 听不到她甜甜的喊我一句姐姐 隔壁王大娘看到我 停下做活的动作对我说 如宝啊被你爸妈接回家了 王大娘细碎的声音 还在我耳边回响 你说你们姐妹俩和父母 治什么气啊 天底下哪有不为儿女想的妈呢 芳芳这两天 一直来这里照顾如宝呢 哭着说 对不起你们姐妹俩 不怪大娘说你 把你妹妹带出来 吃不饱穿不暖的 倒不如就让她留在那里算了 你继父也是个好人 说要带如宝去游乐园 我说如猪啊 你也别再酱了 早点回去吧 我的心里只觉得闷闷的 我将如宝带出来真的错了吗 她和我出来后 再也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 也很少吃上一顿好饭 整日里下了课 就去垃圾桶里捡一拉罐 一分一毫也存起来 偶尔几次被她同学看见 她翻垃圾桶 小小的如宝红的脸 扯着一脚一脸无措的样子 这些都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 我甚至还抱着一丝 希望去想 和她的同学们有说有笑 看到芳芳像一个母亲一样 接送如宝上下雪 偶尔疼爱地摸摸她的头 看到离狗准时上下班 家里也没有了吵架声 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家庭那样 我时常在放学后 乐乐地透过如宝房间的小窗 窥探着他们 直到 我看见芳芳在很晚的时候出了门 她打扮得体 出门时还数着包里的钞票 极为难得的挥手招力亮出租车 紧张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心虚 而此刻如宝的小窗户里 还亮了一丝诡异的光芒 我的双手都在颤抖 那个畜生此刻光溜溜的 正抱着昏迷不醒的如宝 她的眸子里闪动着兴奋 粗糙的手来回在如宝稚嫩的身体上摸索 我再也忍受不了 我悄悄冲进厨房 灶台上还有慢火炖着一种补汤 蛇尾在浓浓中药中沉浮 我只觉得一阵恶心 我打开窗户 抓取一截窗帘 由着它钻进灶台火焰中 很快 火光开始舔势 照亮着我仇恨的脸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一把火把这个家烧完 着火了 着火了 我扯着嗓子大喊 趁着人群涌动 我很快地抓住机会溜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狸狗的身体剧烈颤抖 它直接坐在了地上 然后看到外面的火光 下软了腿 狸狗顾不得穿上衣服 光着身子就急匆匆出去逃命了 见状 我迅速通过窗户爬进去 替如宝整理好衣服 将它放在自己的背上 等到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家 如宝才慢慢行转 她看到是我 再也忍不住啊 地哭出来 姐 我不会变成你的负担 我想留在你身边 看着她被烟熏黑的小脸上 此刻满是泪水 我的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酸楚 原来芳芳为了哄她回家 和如宝说她跟在我身边 才是我的累赘 只要她乖乖回家 他们就会供我上学 如宝看到 我每天上学这么辛苦 还要操心自己的生活 也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我 傻如宝 你怎么会是我的负担呢 我摸摸她的头 帮她擦去眼泪 如宝回家后 明显就觉得 芳芳和李狗两人怪怪的 特别是李狗看她的眼神 让她很是害怕 今天是芳芳给她拿了一杯牛奶 如宝喝了一口 觉得味道有点怪 就不想喝了 没想到芳芳一下子 撕破平时温柔的面具 拧着她的头发 让她喝完了 接着她就昏昏欲睡 之后就人是不醒了 我听得心头窝火 恨不得将李狗和芳芳抱打一顿 我看着眼前懵懂无知的如宝 想了想 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告诉她 李狗对她的所作所为 如宝稚嫩的眼神力 还不懂侵犯的意思 我又将上一世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和她如盘拖出 她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惶恐 却抓住我的袖子 还好 姐姐没出事 我定定地看着她 这一次 我们两人都要好好的 我这几天放学回家的路上 特意逗留了一会 小镇消息传得飞快 听说李家起火 是因为李家婆娘熬汤 没注意关火 结果烧了整个架 这几天 李家每天都传来 皮带抽打皮肉的声音 和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整天一团乱 所以他们以为 如宝是趁着那场火灾 偷偷回去了 几遍这样 芳芳也没有来看一眼 如宝是否受到惊吓 是否有伤到哪里 算了 芳芳这样的人 都能将女儿迷人扔别人床上了 哪里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找了一个小孩 给她买了根棒棒糖 又给她端出一碗舌汤 在她耳边巧声说了一些话 没过多久 镇子上就传出了 李狗不能人道的事情 芳芳为了给她猪不汤 才一不小心烧了架 镇上人看李狗的眼神 就更加奇怪了 别看李狗酗酒赌博家暴 但是她在单位还是个好男人 芳芳之所以嫁给她 也是因为李狗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也算是李狗因祸得福 他们单位的人 听说李狗家遭了无望之灾 很是同情 便想给李狗升职 不过 我要让她这份工作 也做不到体面 估计是上次那场火 吓得李狗从此无法找回雄风 这几天 我都悄悄跟着李狗 发现她经常出入 暗巷子中的南科诊所 在钻入穿着暴露的 发廊小姐的垫子里 然后神情懊恼地出来 这天 恰好李狗和芳芳两人大吵特吵 李狗甩了芳芳一巴掌 你可不连婊子都不如 我当初真是瞎一眼看上去 才烧毁我一个家 芳芳不甘示弱地抓她的脸 那你就再去找你的婊子去 你现在还算什么男人 人家说了钱不笑话 你就烧高香吧 对芳芳的话踩到尾巴 李狗直接抓住她的脸 就往地上砸 边砸边说 那我弄死你 取那个婊子回来 说要拍拍身上的尘土 就大摇大摆往外走 芳芳嘶吼 姓李的 你要是再去找女人 我直接去举报你 李狗却没有任何犹豫走出家门 芳芳坐地上哭了一会 才起身从角落里翻出一叠钞票 啜气着出门打牌去了 两个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估摸着时间 悄悄前进屋子里 拿起电话拨打 模仿着芳芳的语气 喂 派出所吗 我不活了 我要举报我老公嫖娼 她这个不要脸的 地点是 做完这一切我就回家了 如宝看到我还是这么晚回来 眼里透露着担忧 她放下写作业的笔 张嘴想说什么 我摸了摸如宝的头 非常认真的告诉她 如宝 读书是改变我们命运的唯一出路 你不能放弃 我也不会放弃的 我告诉她宇文老师知道了我们的事情 帮我拿到了高中的助学补贴 我们都不必为金钱发愁了 方方改嫁时 并不打算带着我们两个小孩过去 只是把她自己的户口迁过去 所以我们的户口还在原地 重来一世 我才知道 原来国家为我们这些没钱读书 读不起书的孩子 设置了专门的绿色通道 上一世我是多么任性而无知 好在我有重来一世的机会 之后的日子里 我都过得非常充实 每天上下雪 回来和如宝一起复习 周末的时候去打打零工 听说李狗因为嫖娼 被派出所抓住 在单位通报 原本升职加薪不仅没有了 还白白丢了工作岗位 有人说她活该 连老婆都受不了 要举报她的男人 还是什么好货吗 我听完默不作声 就当作不认识这两个人一样 隔壁的王大娘 听说这些事情以后 更加同情我们姐妹俩 还好你们姐妹俩离开了那个家 不然肯定有的闹了 我曾经远远看到过方方 她的脸总是红肿着半边 原本精心打扮的发型 也凌乱不堪 娇好的身形 已经慢慢勾楼了 而我在这样的日子里考上大学 拿到政法学校的通知书 我告诉妹妹 以后我要当警察 除去所有坏人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这天晚上 我从兼职的店里打工回家 没想到头上被人狠狠敲了下去 接着我便陷入了昏迷 醒来之后 是李狗猥琐的面旁 她吐着烟圈 呃狠狠地瞪着我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是不是 我就说 这个臭娘们怎么有胆子告发我 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 李狗眼睛发红 目气冲冲地看着我 解下皮带发泄似的抽了我一把 芳芳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 甚至在李狗弄骂我的时候 她趁乱扇了我几个巴掌 直到看到我的脸红肿起来 她才解气般地道 死丫头 连你亲妈都喊 我当初怎么没掐死你 她翻来覆去的就是这两句话 李狗嫌她烦 冲她嚷嚷道 快滚 快滚 李狗朝我凝笑 发出吟笑 恶臭的身体压在我的身上 她原本是想看我惊恐的哭喊 但是我闭上眼睛 没有任何反应 在我身上发泄了一会 她也觉得无趣 她用手甩了甩自己腰间 软啪啪的物件 催了一口 呸 这丧其丫头 这丫头我看着甚得慌 你去给我找个年纪在小点 不懂事的来 李狗对芳芳吩咐道 芳芳小心翼翼地瞥了眼李狗 如宝这个丫头怎么样 李狗四笑非笑 你倒是下狠手 自家两个丫头都不心疼 她一脸嫌弃地看着芳芳 都怪你没用 你这辈子欠老子的 害老子都不知道 处女是什么滋味 芳芳剃泪连连 愧疚万分的低下头 唾其道 是 是我的错 我看着这对狗男女 气不打一出来 我被关在家里的地下室里 不知道外面的时间 过去了多久 也不知道如宝 是不是找我找的发狂 我只能默默祈祷 如宝千万千万不要上当 果然芳芳有些紧张地进来 边说边骂 如宝这个死丫头 学聪明了 我告诉她 姐姐在我家都不肯过来 说完她用手指 用力戳着我的脑门 芳芳后面跟那个十四五岁的女孩 窃窃地道 阿姨 你刚才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 既然你现在已经到家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她看到我被绑了起来 顿时吸了口气 想转身跑走 不舒服 不装病 怎么把你骗过来 骗的就是你们这种蠢丫头 芳芳露出争鸣的面目 老公 快来试试这个 小姑娘想逃 哭着喊救命 说是家里人一会看不到她会报警 芳芳吃笑道 你刚才还说 刚和家里人吵完架 离家出走 我怒吃道 可惜手脚被他们绑得很紧 我使劲挣扎着 却怎么也拧不开粗糙的麻绳 我的心被人紧紧抛在半空 只能听着不远处女孩 传来的悲鸣和哭喊声 你们放开她 我又气又恨 感受着麻绳扣进皮肉的痛感 我挣扎着 用地上的碎玻璃磨开绳子 可是 等我挣脱绳索 跑到隔壁 却看到跌跌撞撞跑出来的狸狗 我杀人了 狸狗有些慌不择路 她结结巴巴 她不听话 我就捂着她的嘴 不让她发出声音 没想到 芳芳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她只是一个辅导人家 从来只有帮着杀过鸡 却从来没有杀过人 她哀嚎道 救命 我不想坐牢 看到面色苍白 浑身赤裸的小姑娘 我的眼圈红了 狸狗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她在失手杀了一个人之后 罪恶就像野草蜂那一般 在心里自长 看着她目露凶光的眼睛 我知道她想杀了我 我很快冷静下来 朝她冷笑 杀了我 你怎么处理尸体呢 一去尸体已经很难 更何况是两句呢 狸狗的嘴巴颤抖着 眼里的神色不曾减退半分 挖个坑埋土里 下场鱼土就松了 扔河里的话 没多久尸体又会浮上来 而且她身上已经有你的皮肤组织里 警察一查就能查到你 我缓缓开口 盯着她 你信我 我帮你 只要你饶我一命 芳芳这时可能是良心发现 跪着爬过来 抓住狸狗的裤脚 你信她 如猪什么都懂 她是我们镇上第一个大学生 而且她帮你处理尸体 她自己也脱不清关系 你不要怕她讲出去 一下子 芳芳就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仿佛自己才是那个无辜的人 这个女孩我认识 她是这个镇上的初中生 老是和她家里吵架 我话还没说完 狸狗就像受到什么启发一样 接着道 将她伪装成自杀 我想想自杀 跳楼 把她从楼上一推 脑瓜撕裂 谁还管她 是怎么死的呢 她盘算着 嘴角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让人看一眼 就会起鸡皮疙瘩 就在这时 电光火时间 我好像明白了 上一世如宝的死亡 其实并不是自杀 而是一场谋杀 我经历了和如宝一样的事情 目睹了狸狗的杀人现场 杀人犯怎么会放正人 乖乖留在世上呢 要么把正人变成共犯 要么就是死 我清楚地记得 如宝在日记里 期盼着生日那天 买下的摄影书 还有期盼的人 怎么会忽然自杀呢 想到这里 一直压在我心头的石头 总算落下了 一直以来 我以为导致如宝的死亡 是我的冷漠 我看着面前的两人 上一世害死如宝的人 就在眼前 只要逃出去 我瞥了眼狸狗 看到他在假装 忙碌着搬尸体 我嘴角勾起笑意 轻声凑近芳芳 妈 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 兴礼的没有怀疑我们 只要过了今天 咱们就卖了他的房子 和王叔一起去外地 过逍遥日子 芳芳狐疑地看着我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而李狗却在旁边 听得一清二楚 他一把抓起芳芳 抽了他一个嘴巴子 臭娘们 我就说 这死丫头 怎么有这么大的主意 原来都是你在背后指使的 还背着我勾搭男人 说那个奸夫在哪里 我去杀了他 芳芳委屈的不行 又被几个巴掌扇猛了 此刻被李狗死死掐住脖子 他死命正脱后 又愤怒又委屈 操起周围的东西 不管不顾地扔向李狗 老娘为了你什么缺的事都干了 你现在怀疑我偷人 你这个死鬼 这么怀疑我 大家一起死好了 芳芳又哭又闹 趁着这会子时间 我赶紧逃 很快 芳芳的尖叫声在背后响起 他跑了 气得李狗猛踹芳芳两脚 叫你闹 他逃出去 咱俩都是一个死 他操起墙角的铁棍 就往外面追 我拼命跑出来 所幸这段山路 我走了很多次 可是我渐渐体力不支 许久没有吃过东西 再加上身上都是伤痕 我渐渐跑不动了 黑夜即将把我吞噬 我只能找着草丛躲藏起来 而李狗和芳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刚才还看到死丫头的身影呢 他一定躲在这草丛里 好好找找 别让他跑了 李狗的声音仿佛从地狱传到我的耳畔 我好像能感受到 他那根铁棍上残留的冰冷嗅味 我想起如宝 重生一次 我多么希望能改变他的命运 好啊 死丫头我就知道 你躲在这里 芳芳是第一个发现我的 他妖宫似的大叫 将他的女儿送入地狱 我冷冷地看着芳芳 你以后会后悔的 芳芳愣一下 随后捧腹大笑 笑到眼泪都流出来 我最后悔的就是 生了你和你妹这两个讨诈鬼 少啰嗦 李狗目露凶光 这个女的养不熟 早死早了 说着他用力地举起铁棍 朝我狠狠砸下 隐约间 仿佛有温热的液体 从我头上流下 恍惚间 我好像看见如宝 带着一群警察 将李狗和芳芳包围 模糊间 如宝抱着我的身体 无助哭喊着 我醒来躺在病床上 如宝正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见我醒来 他非常高兴 一旁的公安同志向我敬礼 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如宝那天久等不见我 却等来芳芳又他回家 他心知不妙 只能不远不近地跟在他后面 然后他看到一个女孩 跟着他走了 那却不是回家的方向 如宝就赶紧到警局报案 他咬咬牙说出 自己被肌肤猥亵的事情 于是警方出动去李狗家抓捕 不会损失一条无辜的生命 姐姐你也不会受伤 她的手紧握成拳 说到李狗和芳芳时 恨不得他们马上去死 我抚慰的摸摸如宝 不 如宝你已经很勇敢了 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 遭到她的毒手 这件事情遭到媒体的曝光 勇敢的如宝站出来 说出了李狗对她做过的事情 芳芳诱骗女孩回家 社会对她们的行为一份填膺 最后李狗因为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 猥亵罪罪病罚判处死刑 芳芳作为帮凶 也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们站在被杀害的女孩目前 告诉她可以安息了 洁白的菊花放在黑色的墓碑上 微风吹过 坟前的花似乎在微微点着头 有好心人听说了我们的事情 愿意资助我和如宝的上学费用 但是我拒绝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辛苦的人 我和如宝能够一直相互扶持 已经很幸福了 我去了大城市读大学 带着如宝一起去 多亏了当地政府的帮助 如宝有了学籍顺利入学 我们得以成功离开 那个噩梦一样的山村 见识到了更大更广的世界 我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 原本我想成为一名警察 但是了解以后 因为方方的关系过不了政审 我还难过了一阵子 看吧 父母作恶都要牵连下一代 在如宝的鼓励下 我重新振作 当不了警察 我可以当律师 所以我在大学一毕业之后 就进入律所工作 两辈子的印记 让我很快地平了这份工作 在这个大城市里扎根生长 而这份工作的意义 并不仅限在金钱上 我免费为贫困女童打官司 教她们拿起法律的武器 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我知道我这样做的同时 也是在救赎过去的自己和如宝 让更多女孩子 可以安全快乐地长大 而如宝在她十岁的那个生日 我送了一本摄影书 她求之若渴 在我拥有自己的第一笔工资之后 我终于可以买下摄像机 送给如宝 如宝将这个摄像机 视若珍宝 在很久之后 她带着我送她的摄像机 深入许多危险遗现 揭发了无数黑暗角落 她在17岁陨落的青春 在这一世得到了延续 全门完感谢观看